嘿各位又是我 沒錯就是諾斯拉 在開始之前先講一下 這部影片原本只是要介紹戀居人的音樂陣容 後來寫一些不小心手滑寫到Cyberpunk身上去了 所以影片可能會有點長還請見諒 另外如果你是因為Cyberpunk點下來的麻煩請看留言區 我會把時間軸放在那邊方便你們跳轉 相信各位如果有在關注10月刑犯戀居人的話 應該都知道談他扯到不能再扯的音樂陣容 好啦我相信就算你沒有特別關注你應該也會有所耳聞 在19日MAPA在官方發表會中公佈了最新的宣傳片 跟超豪華的歌手陣容後 這個宅圈可以說是驚呼聲四起 其中最引人驚訝的物議就是他12集每集都有不同的ED 每集ED都不同雖然說不常見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閒利 但在歌手陣容排出來後那才叫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 12首由當紅的歌手與團體創作的ED 再加上米金玄師跟長田大西合作的OP 這一字排開真的是會讓人以為自己在做夢啊 假如你是個平常就會聽日本流行音樂 甚至是你只是個偶爾會聽日文歌的人 你應該都能從他的陣容中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 從經典的動漫歌機到好幾位的網路歌手與Vocaloid製作人 再到漸年日本流行音樂代表歌手 每個單獨拿出來都是超大牌的音樂人 那今天我就來簡單介紹一下這次戀居人的音樂陣容究竟有哪些神人在 順帶來聊聊我認為音樂對一部作品有什麼影響 在開始之前請記得幫我按下下方那顆訂閱鍵 那麼我們話不多說馬上進入正題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我們的OP 練習人的OP是由米金玄師跟長田大西聯手創作 尋名為Kickback 米金玄師 有成玄米律師 作為漸年日本樂壇最紅的歌手之一 相信大家對這位鬼才音樂人已經很熟悉了 基本上你只要在YouTube的搜尋欄像打上一個米 第一個跳出來的應該就是他了 最著名的歌曲有Lemon 打上花火 Peace sign等等 相信他火紅的程度應該不用我介紹太多 那麼另一個人長田大西又是什麼來頭呢 長田大西是一個知名的搖滾樂團Kick努中的主唱之一 這個樂團在2017以長田大西為核心組成 在樂團中長田大西不只有擔任主唱 他還有擔任吉他手 大提琴手跟團師 就是這麼全能 此外樂團的所有歌曲的填詞跟作曲也都是由他負責 長田大西與Kick努中另一位主唱的金摳里 一人有著成熟的嗓音 一人有著清澈的高音 兩位主唱間不同的風格產生了化學反應 再加上長田大西出色的作曲能力 讓Kick努出產的歌跟毒品一樣 讓人一首接著一首完全是停不下來 他們最著名的歌曲有白日與三文小說 在前陣子的咒術迴戰林中更是有兩首他們的曲子 分別是《一圖》跟《你夢》 King努的曲目不多 但每一首都是筷子人口的曲子 其中白日這首歌在YouTube上更是有著4.21的高播放量 這次練軍人的OP由米金玄師主唱 作曲則是由米金跟長田兩人共同創作 這次的合作是兩人季2019的馬合路後首次合作 OP Kickback在官方發布的PV中也播出了一小段 讓人不禁期待完整版的釋出 最後是我在看這首歌的製作人員名單中發現的一件小虛實 在一個看似普通的名單竟然出現了 痾...Chainsaw 雖然這道是要搭配動畫劇情的關係 不過一個震驚的名單中突然跳出一個電鋸手 真的是會讓人笑出來啊 我就問有哪個樂團在收電鋸手的 好了 接下來是1D的部分 這部分我就按官方給的順序 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每一位歌手或團體的特色跟著名的曲子 首先第一位歌手叫做Arno Arno本身是歌手、演員、模特兒跟藝人 其推出的歌曲數量不怎麼多 熱度也沒有到特別高 跟後面的幾位大咖比起來 Arno應該算是人氣相對比較低的一位 他的風格主要是一個有點可愛的唱腔 唱一些偏許事類的曲子 在簡單聽過他的單曲後 就會發現他的迷人之處 在個人的作曲感想中 Arno更是說了 自己認真的專研的作品 會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出 與他負責回溯相符的曲子 緊接著來到第二位 第二位是我們鼎鼎大名的EVE EVE這位歌手有著充滿協議感的唱腔 但卻意外的能夠駕馭各種風格的歌曲 在Youtube上他有幾十首歌曲都有超過千萬的播放量 其中有幾首播放量更是破壞 可見他在演唱與創作上有多出色 EVE最著名的歌曲有 《你劇論》《Last Dance》 還有《咒術迴戰》的主題曲《回回其談》 再來第三位是Ame Ame為動畫歌曲現身的次數之多 相信各位也不是第一天聽說了 Ame有著充滿慈性的聲線 他唱出的歌曲往往是有種唱盡心力的感覺 他一字一句中表達的情感 就好像是給你的靈魂一發上勾拳 除了震撼還是震撼啊 另外他在訪談中說到 他在被拜託創作ED後讀了《戀巨人》 當晚就算不睡覺也要讀下去 他最喜歡的角色是帕娃 Ame最著名的歌曲有六等星之夜 refrain 跟今年年初的《鬼滅遊郭》篇主題曲《殘響善歌》 然後是第四位 這位是我個人特別期待的一位 他是一個名叫Canaria的Vocaloid製作人 這邊跟不知道什麼是Vocaloid的觀眾簡單克服一下 所謂的Vocaloid就是電子和聲軟體 基本上你可以藉由這個軟體來操作虛擬人聲 講起加到你的音樂裡之類的 最著名的幾個聲音有出音尋音跟顧名等等 而為什麼會說我特別期待Canaria的曲子呢? 因為作為一名Vocaloid製作人的Canaria 這次竟然是要由本人獻唱 作為他第一次本人獻唱的作品 不期待一下真的不行 另外作為為P主他的作曲能力自然是搶到沒話說 那首曾經萬人傳唱的King就是出自Canaria這首 Canaria的Vocaloid製作人 再來第五位是我們的Sudo Sudo同樣是一位Vocaloid製作人 跟前一位Canaria比起來名氣稍微低一些 但也有不少知名的作品 本人更是做過不少Cover唱功也是令人驚豔 在感想中他說到自己跟電詞一樣是享受歡迎才創作音樂 所以自己會思考自己是電詞的話會創作什麼曲子 著名的本人演唱歌曲有這首爆笑 然後第六位是我們的女王瘋 女王瘋可以說是一個超神秘的樂團 其中每個成員都未公佈真實姓名與年齡 但基本上你只要聽過一次女王瘋的歌就不可能忘記了 女王瘋的主唱有著既能唱Rap 又能唱出魔性超高音的特色 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幫動畫多羅羅唱的那首火炎 接著第七位是Zotomayo 在這個自媒體發達的時代很多歌手都選擇不露面 並以動畫或插圖的形式製作MV來進行歌手活動 像是YAMA、ADO跟前面提到的EVE都是不露面的 而Zotomayo更是此類歌手中的佼佼者 其響亮的聲線搭配類似動畫形式的MV 可以說是掀起了一股潮流 最著名的歌曲有很多 而我最喜歡的是這首 再來第八位是 TK from Rinとしてしぐれ 看到這麼長一串的名字相信大家都半已經知道這是誰了 沒錯就是唱參種OP的那個樂團 其主唱由著沙啞的高音跟偶爾出現的吼槍 讓他們的音樂給人一種聲絲力竭的感覺 以下是他們的作曲感言 我將故事和作畫滲透出的血液做成能夠完整永久保存的葬器 我將心中忌數的煉具師器 把所有的殺傷能力獻給這部作品 我會得諾貝爾獎嗎? 沒錯就是這麼中二啊 這個樂團也是我個人比較期待的一個 加上這麼中二的發言真的是會讓人心癢難耐啊 接著第九位是Toboe Toboe似乎也是一名Vokalue製作人 但我反而比較喜歡他本人演唱的聲線 充滿磁性又帶點滄桑感會讓人不僅聽到入迷 著名的歌曲是這首《心臟》 再來第十位也是我個人超愛的一位歌手 Valundi Valundi作為日本樂團的星星 其歌唱跟作曲的能力是真的可以將他成作天才 他的聲音明明聽起來是如此的平淡 卻有種能夠把人的靈魂拉走的感覺 讓人不自覺地融入到旋律中 另外他的作詞跟作曲能力也是強到不行 今年年初那首由Sony新生代三大歌姬所演出的Omokage 跟One Piece Film Red中阿豆演唱的逆光 都是他寫出的歌 接著第十一位是People One People One也是這次名單中算是名氣比較低的樂團 他們的歌曲風格頗多 有時搖滾有時給人復古的感覺 最著名的歌是《長夜燈》 終於來到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是一個叫《極限赫爾蒙》的金屬樂團 這個樂團負責的歌曲作為ED的同時也會作為OST 著名的歌有《終末女武神》的OP 非常適合煉居人的風格阿 好 那以上就是煉居人的音樂陣容 這麼豪華的陣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讓人看到了MAPA的決心 也希望煉居人這部作品能夠在音樂的搭配下 成為一部名流輕史的作品 那這次既然都談到音樂了 那我就來聊聊我認為音樂對一部作品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是個樂歷豐富的直升宅 已經看過不少動畫 那你應該能從眾多作品中發現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一部好的作品 又或者說一部讓你很有記憶點的作品 大多時候都會搭配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音樂 作品本身與音樂兩者可以說是相輔相成 在一部動畫作品中 音樂可以扮演將故事劇情的起承轉合 或串聯起來的綜合者 又或者是在動畫中出現強烈的情感時 音樂就像是輔助角色 不論是歡樂或被傷熱血或憂鬱的情感 音樂都能讓你從聽覺上更進一步強化視覺上所帶來的觀感 而說到底到底如何去評斷一部動畫 跟音樂有沒有做到所謂的相輔相成呢 其實很簡單啊 在看完一部動畫後 你可能在某天突然聽到了動畫中熟悉的旋律 腦中就會冒出那些令人感到情緒化的場景 又或者某天你看到了某個動畫角色的同人圖時 腦中就會不自覺的想起其搭配的音樂旋律 這種音樂跟動畫相互連結在一起 我認為就是一種相輔相成 例如聽見Unravel這首歌時 腦中會想起金木大戰壁虎的這些場面 例如聽到Secret Bass或Orange時 會想起面麻跟公園熏微笑著流下淚水的畫面 在例如聽到86中那首Avid 跟聽到輝夜姬那首經典的OST的時候 都會想起那些在各種意義上會讓人流下眼淚的場面 甚至是不用耳朵聽 僅僅是想到這些旋律 動畫劇情中的種種畫面就會浮現在眼前 一整個就讓人起雞皮疙瘩 總而言之這大概就是一個融合卡的概念 作品本身跟音樂兩者分開看可能都在一個不錯的程度 可就是兩者融合後才能讓一部動畫昇華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層次 當然融合失敗的案例也不少 像是每波的深思粒劫或澤野紅之的Alice 還有米金玄師的打上花火 都是幾個歌紅動畫不紅的案例 如果要說動畫紅歌不紅的案例那更是多到數不清 想要做出一首與動畫的品質差不多 亦或者是要做出一首能夠配上好音樂的動畫 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只要兩者配合的好 那這部動畫的好評自然是不會少 最後再舉一個最近大家可能比較有共鳴的成功例子 電獄判克邊緣行者的其中一首主題曲 I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 這首歌從第二集初次播放到第十集的結局 旋律雖然沒變但其前後給人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在劇情中第一次上月球 這首歌給人的是一種充滿希望 對未來抱有美好幻想的感覺 大衛與露西開著月野車在廣過的月球上自由的奔馳著 搭配著這首曲子的旋律兩人就好像是逃離了夜城這個巨大的牢籠 其中畫面與聽覺的結合給人一種極度暢快的感覺 如果要說的具體一點的話 我認為這首歌在此時象徵的是露西對於夢想與未來的強烈憧憬 渴望著能逃離無悔不堪的夜城到廣闊的月球上自由翱翔 而畫面一轉故事來到最後一集 露西獨自一人去往了月球 在人們雙雙成對的飛船上孤單一人的露西顯得是多麼的寂寞 一樣的旋律跟一樣的節奏 可這次歌曲給我的卻是死心裂肺的痛 這首歌沒變 一樣象徵著夢想 象徵著未來 可在失去最珍貴的人後 曾經的夢想卻顯得是多麼的廉價 亦或者說露西在與大衛相愛後 她的夢想是不是就有所改變了呢 如同我前面所說 音樂可以扮演串連起劇情的綜合者 第一次上月球 月球是假的 大衛是真的 第二次上月球 月球雖然是真的 但大衛卻只是眼前的幻影了 劇情中兩次上月球都搭配著同一首配樂 其給人的對比感更是凸顯了 露西的夢想似乎始終無法實現 不只是露西 大衛在強烈的劇情變化中給人的悲氣感 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從大衛轉大人那晚說著要帶露西上月球 到最後犧牲自己告訴她自己無法陪她上月球 有著替人著想的個性的大衛 最後還是選擇了以自己的方式去守護夥伴 你說少了這首歌 這部動畫就會淪為一部爛大街的作品嗎? 其實不會 但正因為多了這首歌 這部動畫才能從一部悲催的作品 升華到真正會讓人落淚的上升之作 正因為多了這首歌 才會讓人深深的被拉到劇情中 不自覺的一集接著一集看下去 正因為多了這首歌 你才能從短短的四分鐘內 回憶起10集動畫中最初的感動與最後的悲痛 最後 正是因為這首歌 才會讓人在最後的結局落幕時 才何然發現自己早已淚流滿面 好啦 那以上就是電劇院的音樂陣容 跟我本人對動畫中的音樂的一些想法 另外這是我第一次做音樂相關的主題 如果資訊有誤或你想告訴我你的想法 都在下面留言吧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